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应该列在部分局面 不应该开先例 这个很难讲 直接否定党内质疑 国民党主席无敦意 一听到部分区 赶紧为自己说两句 也有人建议 我是做过立法委员三决 行政工作也都做过 那应该考虑 所以我没有拒绝 但是也没有赞同 有人是谁不得而知 但反对无敦意入列不分区的 倒是敢大声说 日前传出无敦意入列 国民党中常委连胜文 立刻发脸书 说要是这份名单为真 党内有权力或能力的人 未能以大局为重 为自己算过头 连胜文好友是议员徐宏廷 话说得更重 过去没有先例的事情 其实以过去我们在提到 就是说不分区的政党主席 兼任不分区这件事情 这是小党格局在做的事 连家公子抱不平 巧合的事传出连战 已经在揪团吃饭 11月8号办一场英雄宴 马英九 朱立伦 吴伯雄 洪秀柱等人都受邀 吴敦义 韩国瑜也会到 要促进党内团结挺韩 不但连战答应出任 韩国瑜后援会总会长 朱立伦也点头接全国竞选总主委 连战选在这时机出手 要帮忙拉回知识兰的票 就这么巧 英雄宴当天 刚好是不分区推荐名单 提交的最后一天 他的公子连胜文先生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 想要争取这个不分区之类的 也许外界会有这样的想象跟揣测 吴敦义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就就范 因为对吴敦义来讲 明年1月11号 不管韩国瑜当选与否 他这个党主席 看起来是不太容易继续做得下去 想借由立法院长位置 延续政治生命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英雄宴餐桌上喊大团结 餐桌下恐怕是 无连角力 暗潮汹涌 参加室友李维亭 庄慧琪 看不到